第162集 这些汽油大部分会被用在支持基地的发电上 小部分才是用来补给给在密林当中行驶的穿梭的那些军用机谱和摩托车上使用 并且可以想象 在丛林的深处应该还有着开辟道路的推土机等等 将简易的黄土公路向着内部不断的延伸着 而这些工程机械同样也是耗油大火 随着机上的火焰吞吞着 已经完全变形的机腹当中 可怕的第二次爆炸几时发生了 巨大的爆炸声整整可以传递到50公里之外 地面仿佛被人注重地垂了一下 原始雨林当中的叶子速速飘落 无数被惊扰的动物惊恐地撕叫着 然后 蘑菇云状的褐色浓烟凝固在了一侧的天空当中 连空气当中也漂浮着淡淡的汽油味道 此时不但是黑烟四起 橘红色的火焰更是窜如今天际高达200到300英尺 对于近在两公里内的方连一行人来说 到处都是火光 橘红色的烈焰 整个天都是黑色和橙色的 空中出现了一个个巨大的橙色火球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小型火球也升了起来 爆炸产生的许多碎片 被巨大的冲击波抛到了附近的丛林当中 方连就亲眼见到一根被修整的非常光滑的断裂原木 被直接抛到了自己身边五米的地方 而仅仅在二十秒前 他还是基地当中营房墙壁的一部分 基地内的人开始奔跑呼号着 叫唤着逃窜着 还有不少身上冒着火焰在拼命地向外逃 但是 近二十吨的汽油的威力爆炸之后 当真是非同小可 这些人跑两步又倒在地上 拼命地反滚着惨叫着 然后又站起来奔跑 仿佛的脚都受了伤死的 最后被活活地烧死了 其实这些人的行动能力是完全正常的 只是在刚才的大爆炸当中 他们距离爆炸中心实在是过于接近了 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和音波使得他们的骨膜历时被震破 并且通过咽喉处的咽骨传递到了小脑并且令其受到了剧烈的震荡 要知道 人体对于躯体平衡的调节 就是由容球小结液 即骨小脑进行的 躯体的平衡调节 是一个反射性的过程 容球小结液 是这一反射活动的中枢装置 这些人的中枢神经 受到了如此巨大的震荡 本来给予一定的时间 还是可以慢慢的恢复的 但是现在这烈火四下乘危 就只有被火火烧死的下场 火势继续剧烈的蔓延着 吞吃了大半个基地 黑烟滚滚 整整遮蔽住了小半个天空 而那些用原木所修筑的坚固营房 在起油所引燃的火焰下 正好啊 变成了上好的柴星 而有个别的幸存者 亮枪着连滚带爬的跑枪出来 那也是一边甩着头 一边剧烈的呕吐着 可以想象 若是此时沙将进去 所获得抵抗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此巨大的威力 就连这一手导演了此事的方明 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而事实上 黑手党人对于这架运送给养的直升机的保护 是非常严密的 机身外的保护罩的强度 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后视 哪怕是连动了五颗地对空导弹 也只能将之打到崩溃的边缘 而谁能想象得到 竟然还有如此变态的狙击技能了 事实上 就算是这把G4PSG型反弃裁枪的原主人来了 要想在这个距离当中 击中直升机的主悬翼 也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几率而已 只不过 方明这个精神力特长者 可以控制手下的屠夫操纵枪械 而其自身则是将精神力 延伸到了六十余米外的极限 在狙击枪的子弹飞出枪膛一头 一直进行着紧密的校正修改 或而言之 仿佛这把G4PSG型反弃裁枪枪管 多延伸出了六十多米 而如此一来 精度上当然就会成倍的提示了 因此 要想打出这一枪 不仅需要精密的计算 这时机的绝妙把握 更是要得到 屠夫 G4PSG型反弃裁枪 方明 这三大要素 融合在一起 齐备之后啊 才行 少一样啊 那便完全不成立了 方明 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上的唇土 向着基地当中走 将过去 但是 他的脸色就骤人家变了 在他的前方 仿佛骤人家多出了一个 有形而透明的圆形 坚固弊障 虽然可以倾斜地看到 前方的景物 却是令人无法穿越过去 老胡他们这时候 也发现这个异状 急忙开始向着四面奔跑 却无一例外地 被圈在了这个方圆 十米的圆形透明圈子里 然后地面开始腐烂一般 渗透出了无数的腥臭的汁水 再紧接着 许多恶性无比的奇形怪状的 树根似的死人手臂一般的东西 死死地抓住了所有人的双足了 几乎是无法挣脱 而珊娜的脸色突然间变得惨白 他铲声说道 是 是雷哲 这是他自学 真是魂中罗将神的强悍S级技能 霸气阴灭阵 S级技能 霸气阴灭阵 尾 因为本技能并非是由罗将神亲自传授或者爆出 所以技能未接下降至S级 霸气阴灭阵 尾 其效果为 一阶段时 在直领二十米的指定地点 制造出念力围墙 而念力围墙的厚度 取决于施术者的精神力强度 二阶段效果 在制造出念力围墙后 五秒内 召唤出魔界植物的根须 将范围内所有的生物 牢牢的束缚住 束缚的时间 伤害程度 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精神力差值 这招的正牌版本 就是真实魂当中的那位 妖艳的女boss 罗将神 直接召唤出一个 必须敦防的彩色法阵 中招者呢 会被来自于魔界的恶鬼所拉住 在瞬间受到可怕的能量冲击 方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转头望向了头顶 二十余米的天空当中 那里啊 看似是空无一物 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有着非常可怕的无形威胁 在酝酿着翻滚着生成 他的瞳孔 就人间转为了紫色 脚上的那些可怕的魔界植物 束缚着被烧成了灰烬 然后一掌 暗在了身前的虚空当中 熊熊的紫色火焰 腾飞而起 那虚空当中被勾勒出了 点点破裂的纹理 就像是玻璃在破碎一般 那层无形的念力围墙 逃命要紧 老胡在额头上青筋抱颤 走 老胡在额头上青筋抱颤着 吃下了仙道 他却只能瞬间解除掉脚下的束缚 但是刚刚迈上一步又被缠住 当真是无能为力 他现在只能冲着方林狂吓了一声 替我照顾好家家 走 林袖也死死地望着他 翘中带煞的丹凤眼里那决绝之意 分外的强烈 还带着一股刻骨的怨毒 替我报仇 方民 却是勉无表情地缓缓抬起头来 他望向了杀鸡若是实质一般凝固的天空当中 他的双手上 却也有着刺目的蓝白色光芒发了出来 还带着刺拉刺拉的享受 而他旁边所控制的黄斗篷 宝图与黄色肥蓝 突然间长生惨叫了起来 一手宝图 双目都要突出眼眶之外 而方民的身体 则直接就徐徐地生了起来 他带着一股子无往不前的惨烈气势 直接迎上了天空当中的那团 酝酿着巨大威胁的虚无 刺目的白光 骤然间闪耀了全场 那锐利的光芒 仿佛要神死入脑一般 方黎眼角的余光 最后扫描了一眼大声呼喊的老胡 林云霄 他的心中 被狂热 所充斥着 被那种渴望保护他们的愿望 锁田塞着 因此 只能见到这两名生死与共的队友在喊叫 但是他们究竟喊的是什么 却半个字都听不到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痛楚而扭曲的黄斗篷宝头 黄色肥男的身上已经燃起了一团灰白色的异样火焰 直接倒地化成了灰烬 而上升到空中的方黎 仰着头 微笑着 似乎在呼喊一般 将双手合拢在唇边 卷起了嘴唇 做出了一个吹泡泡的动作 这个动作 轻简 灵巧 而这一招 正是KOF八节级当中 惶惶电光大蛇夏尔米的强力技能 吴云之 雷电 一个盘子大小的紫黑色电球 骤然间就出现在了十余米的虚空当中 他的周围 骤然间出现了无数狂乱的白色电光 直接汇聚在了一起 将那个紫黑色的电球强行吞没 最后 画作了一道直径宽大巨米的质量色的闪电 直击而下 而身在半空当中的方铃 黑色燕尾服的男人就站在了数百米之外的密林当中 他身处于封面当中 四下的夜落悬飞着 激荡地飘舞着 而他 很有贵族气质地低下头将左手按在胸前 天空中 天空中 骤然阴暗 仿佛是一切回忆就要在他的从容鞠躬里 死亡 死亡 休眠着 方铃上铃 周人间纷飞破裂 散碎成了成片的 骄傲哭的蝴蝶 他胸前的 猙獰的鬼手 此情 斑斓 诡异 若是要脱体而出 责人而驰 而那双 威猛 猛恶的双眼 周人间 自行 张开 直钉了过去 精神冲击 发动 然而 那道可怕的巨星闪电 就在这个时候 击打在了方铃的身上 我不会死 这是方铃在浑身痛楚的昏天黑地里 所显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我一定不会死 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 我的精神力高达六十点 能够减免来自于精神类型的伤害 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并且刚刚还施展出了 大蛇异族八戒级的 大蛇 夏尔米的技能 一年的基因片段还未退去 这个号称惶惶电光的 控电者的基因 也能够抵消大量的电系伤害 从敌人的角度来说 那个霸气阴灭阵 被我所强行打破了一小部分 SG技能肯定有反驰的影响 紧接着 又被我用乌云之雷电这个技能 提前引发出了空气当中 雷电运河的能量 提前将其威力引发了出来 所以 它这个需要蓄势的强劲雷电技能 也实际上顶多能够发挥出 六到七层的威力 我一定不会死 我一定可以活下去 方林周然 在这个剧烈痛楚里 展开了眼睛 风声呼啸中 四下里一片混乱 而他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两片若新月寺的银白色光波 交叠在一起旋转着 向着自己飞展而来 那个光波的银色 皎洁如银 锁过之处数断严裂 似有着一种无声的 俗杀之意 这个光波飞行 奇怪 第一眼看到它的手 还是远在十丈之外 只是那么略略的一分神 就已经飞敌眼前了 这刹那剑 连邦尼的皮肤 头发 嘴唇 都染上了一层银白之色 而它的瞳孔里所呈现的 正是这急速旋径而来的 可怕一击了 而这一场正是 结巴世界里 美国特种兵鼓励的绝技 月牙 音速守刀 发出这一招的 赫然竟然是分手不久的 理查德 方明此时 浑身上下还在 鸟鸟地冒着烟雾 他能够睁开眼皮 似乎已经是耗费了莫大的气力了 但哪里还有半点闪避的力气 只不过就在此时 浑得有一个恶努的身影 从旁边铺上 而因为铺来的速度太过迅猛了 空气当中还带出了三四条血痕 当务在了方明的身前 是林银秀 一直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